接下來我們的下一位講者是來自MTK的語庭 那坦白說就是心裡有點忐忑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在中醫院這個場地是不可以點火的 當然禁止吸煙禁止點火 不過今天我們要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嘗試 因為今天語庭要demo東西 是要做一些燒香拜拜 對真的要燒香拜拜 那語庭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組合 他是前端工程師 可是呢對硬體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呢他其實投入了不少時間去做 Raspary Pi 以及 Arduino這樣的東西 那今天他把我們帶來的是一個 做一個非常整合性的IoT的東西 就是從前端的資訊收集監控到後台的預算 講一個密局 那不用我這直接投個螢幕降比較快 對他不用切換出去 可以 差不多了 看起來有很多人移動進來了 那作為主持人我還要再公告一次喔 再重複大會訊息 好 謝謝 人文館中午的素食便當 領取的位置是在R0的四樓後門出來 左手邊舉餐 中午的素食便當是在R0的四樓後門出來舉餐 活動中心H0的下午2點10分到2點50分的 第一場議程應故而取消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議程是由雨婷幫我們帶來的題目 那 就請用掌聲鼓勵 歡迎這個劉雨婷先幫我們做一個演講 謝謝 哈囉哈囉 有聲音 大家好我是雨婷 然後 最近很流行講全端工程師嘛 所以我們要超越我們自己的領域 從硬體到軟體到Cloud都要做完 好 在開始之前呢 因為為了等一下demo翻變 鼓勵大家先安裝這個APP Ionic View 然後你在Apple跟Android都有 然後這次demoAPP的ID是ADD8ADIDE 對 好 好 回回 從議程開始就是 以前我們大家都想要做一個自動化的系統 你可能需要一個團隊 那 你可能要跨足最常見的前路式系統的系語言 玩Android的話你可能要會Android的軸啊 OK 那IOS有新語言出來了 那這些東西到底會是什麼系統呢 比方說最近很熱門的一些 救護車的定位啊 智能轎車的定位啊 公車的定位啊 或者紅綠燈中控系統啊 或者最近有一個很恐怖的爆炸 對 出現蘑菇的爆炸 就會需要的空氣品質檢測啊 降雨率的計算啊 或者門禁的管制啊 遠端的監控系統 這個其實是比較 歐途接近我們生活跟Cloud整合的一些服務的系統 那這樣的系統 以往可能你會說 這是要找個系統開發室 你可能要找一個團隊 至少也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就可以完成的Case OK 好 差不多就是要組一個團隊 然後使用不同的技能 解決一個不同的問題 然後你可能唯一能夠求出的就是 復仇者聯盟這樣的堅強團隊 對 然後還有超乎殘忍的技能 對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議題重點就是要教大家如何突破絕對領域 然後 讓大家從此以後 從前端可以跨到後端 從後端還不小心跨到硬體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要進行開發方式的微調 那我們需要一個語言能夠打通全部 所以基本上 成為一個全端的工程師 我們當然是要使用JS語言 然後不斷的宣揚JS語言的強大 對 那在前端我們除了Web以外 當然我們最近 一直以來都很熱門的Cordoba 那 前陣子吧去年嘛 我也忘記了 NG Cordoba的release 那我覺得這也是算是一個很標準化的整合 對 然後 Cloud的服務 那從 現在我 這次demo就是以PaaS.com為主 對 然後 再來就是使用Arduino 好 這是demo上 但 Arduino是屬於單晶片 那你可以用ReverbPaaS 別的服務 別的硬體的選項 那 其實Arduino我覺得 它是比較單晶片的東西吧 它demo比較 比較實際感 對 然後Arduino其實你可以有 如果你覺得它要寫JS的話 你可以用一套Node ARDS的服務 但是其實我個人 因為以前 在大學就已經寫過這種東西了 所以 這次demo還是以 系列為主 OK 好 所以每塊一個領域 就是要突破這個 這個絕對領域 對 據說 2015年的 此圖沒有出來 對 所以相信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難題 好 所以你要組一個 相同技能的團隊 然後來解決問題 就是 不管外面 不管你是什麼需求 基本上 我們只要靠吃藥兵 大軍就可以解決了 對 那 這段時間 到底硬體發生了什麼改變呢 如果 比較早期有在玩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一個很大的麵包板 然後插了很多單晶片 然後 可能只為了做一個LED的顯示 你知道我們其實電腦有線都整不起了 更不用說 要把這個地方排齊 所以我每次看到這種圖的時候 都覺得好厲害喔 如果大家有 視力比較好看到這段圖 就知道我的面包包很差的 就是這種鬼樣子 對 然後 那 好處是像現在的 Arduino 有一些比較標準化的接頭了 那 爸爸他這首 比如說 ISP 對 ISP或者 對外有時候真的可以用UART 這種 已經很久了 但是他是比較共同使用的規格 對 好 那機盤做了調整 那以前我們總是要自己叫機盤嘛 然後 就是要看那個很偉大的刀鋒伺服器 對 然後 然後 也要配網路線配的很累 然後 慢慢的開始看到有像Armoron這種雲端服務 對 但是你還是要等下要懂Server 你還是等下要下去下Linux的語言 你可能還要懂得EC2怎麼建 你懂得還要做low balance的一大堆吧的問題 對 好 那現在其實都不用了 你只要一個past打開就可以解決一切服務 希望你的服務只要超過一點流量 他自己會幫你解決low balance的問題 好 再來 軟體微調 基本上 那這個在前章可能感覺還好就是 誒不就是在座位有沒有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 在這幾年來的改變 一些pkg的書件 model的書件 一些像composer的書件 像 鋁業 我覺得鋁業也蠻好玩 就是其實可以拿別的composer來用 就直接套NGA可以動了 對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連html 這些詞這些語言都不用寫了 對 然後 NGNXS NGN Cotoba也是這樣的概念 它基本上疊在一個底層 然後再加一個NGCotoba 然後 Ioniq在上面 基本上你的所有的線程的UI 原件大部分都套完了 然後也都直接 增加就可以直接串到NATIVE這邊來 好 那 首先 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要用到的技術就是 NG Cotoba NG Cotoba 很擺明的就是 Cotoba加 NGNX 那個 對 NGNX 然後 它有一個NATIVE的 可以串NATIVE的 比較常見的 像 鏡頭 Camera 然後 OS 然後 GEO 就是 定位的 然後Push Navitation 然後 Ioniq它也有自己出自己的Push服務 然後 像大家最近 比較熱門的在玩的 Touch ID 可是我發現Touch ID 只能拿來讀儲存好的 加密過的資料 這其實 看大家用途 我目前使用到的次數不多 對 好 那如果還不太懂 它到底在做NGA Cotoba 在做什麼事呢 其實Cotoba的 過去好幾年的歷史來 它其實已經陸續有很多的社群 在貢獻做的Code 然後做很多NATIVE的串接 然後也產生了很多Module 跟Pri-in 這些東西 然後 NGA Cotoba其實在做這樣的一個標準化動作 把這些NATIVE的Pri-in 然後轉成 NGA可以用的 就是它的 它的那個 那個Module 或者Service 這樣子 然後很好玩的是 你可以看到 像右邊這個 這個Code 它是8Code的Demo 它就把它串起來 然後把它轉成Pri-Mits 凡是 讓大家可以使用 然後它在左邊的下面 可以看到的是 這是Google Map的 那個 的Pri-in 然後它就寫了 這Pri-in的規格已經定好 但是還沒有補扣 對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些 Page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可能要 貢獻一下 搜紙Code 它都會先定規則 因為 其實我發現NGA Cotoba 在Handle這個專案的 好像是一個PM 所以說 它會開始定這些規格 就是比如說 要怎麼Code 這個Library 要怎麼Code 它都會先把規則 跟法律寫完 但是 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發現Handle不會動 那就是可能Code還沒寫 對 它裏面有些Code在那邊寫的 所以要去看一下 好 再來是Ionic 那其實Ionic跟NG Cotoba 它是兩個不同的 不同的專案 所以說 其實Ionic 你 default 逛完 是沒有NG Cotoba的 OK 所以你可以像我 比較 比較明顯 比較想要開發的感覺 你可以自己叫Bower 然後去把它安裝 那其實Ionic 它的特色就是 很喜歡整個東西 所以它就把它 有一個叫Ionic ADD NG Cotoba 就解決了 OK 那Cotoba 再下來進去 就是大家有玩過NG 你就知道你要把NG Cotoba 給加進去 Module裡面 好 那因為它是Native的服務 所以它所有的東西 都要是 它所有的配音 都要在 Device Ready的時候 才可以Call它 否則你的服務 是起不來的 所以 你在你的Control層 或者你的Module層 要Call到這些 Native的服務的時候 就要用 Document EventListener 然後Device Ready 然後就會去Call 比如說像這個是 Cotoba的發音這樣 好 那這其實有點麻煩啦 因為我發現 就是我常常會 比如說在哪個Control 每個Control人 外面都要包這個 其實有點累 那我還在想辦法找一些 解決方案 好 再來 Ionic還有一個很好的服務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最需要就是 iOS跟Enjoy的iCons 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要轉化 那其實 Ionic有在定的公規 就比如說 它的iCons 1020x1020 然後你只要下 Ionic的resource 它就可以把你 用成所有的size 好 真的是蠻好服務 然後它支援 AI檔 然後也支援 Photoshop 可是 為什麼還不支援 我也不知道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人的卡密 對 包括我們開啟APP的那個 Lunch的那個配局 它其實也可以做 對 好 再來 就是我在一層上面 有特別提到的 Live Reno 這是重點 其實我們不管是在開發 Android或iOS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要build 那iOS build 還是蠻快的 那Android build特別久 然後如果要開發兩個平台 就是要兩倍的時間 對 然後 如果你用Ionic的好處的話 就是 你可以直接 Ionic Service Live 我今天頭裡面 整個都會把技術講完 然後等一下 一次Demo 真的不用切來切去 然後它就會開啟一個服務 就是你會看到畫面上有 iOS 也有Android的兩個介面 然後你就可以 只要一儲存的時候 兩邊同時Live Reno 你就可以看到兩個平台的畫面 超優人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在UX體驗的時候 你Android跟iOS 介面要不一樣 因為使用者習慣也不一樣 所以它同時 比如說以右邊對面圖 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的 但是下面有一個類似Tab的Button 那 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Build成兩個不同的 Device要呈現的UI 是不一樣的 對 好 那 它有一個 lab.ionic.io 可以去看 它有一個桌面套件 長得像這樣子 對 就有點像是 Local端的一個測試環境 然後它可以幫你做 Live Reload動作 然後Service動作也可以 Build成服務或者 Upload到它的 雲端服務上 但是我個人還是 比較習慣 KamenLine啦 所以大家看到畫面 就覺得好炫喔 然後繼續用KamenLine這樣 好 那有什麼好處呢 想想看 因為我開始工作後 一階的工作環境 就手機比較多嘛 然後你要開發的時候 尤其是Enjoy 很討厭 你要試很多平台 那如果你以前有做過 類似QC的工作 後來你就會發現 你要很多次手機都測 可是那Live Reload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把手機排整排 然後呢 只要Debug改完後 直接儲存 儲存後你就看到 同時50手機Live Reload 好神奇的畫面這樣 然後它也可以把你們 Cancel Log 直接拉回來 所以你就同時儲存 然後全部Live Reload 然後全部送回來 你就發現Log很多 其實不容易閱讀 好 好 再來 它的Depoit 我的Depoit的服務 就是 它只要下IonicDepoit 它就可以把它丟到它的 Cloud服務站 然後 它現在是Feed 聽說以後可能會收錢 因為你看看 你一直Depoit東西 然後你的QA Q7 或者你的Text 一直在下載 這是其實很耗頻寬的 對 然後它現在是Feed 所以就盡量用 對 好 我的這次Demo IPID 再重複一次 對 然後 它其實在這個測試的過程中 它還有幫你做一些 一些使用者 就是還按了一些分析的Data回來 那等下 我有機會 我會開它的Page 讓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什麼畫面 對 好 那 再來最特別的是Ionic的Push 對 然後 曾經有人問我說 就是問我說 你要用Path的Push 還是Ionic的Push 最後選擇還是 Cortoba 那個Path的Push 那其實Ionic的Push 也蠻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 關ProIn 然後按照它的ADD 然後它就把你的 下面這兩段JS 其實它都把你加進去了 然後把服務開起來 然後Ionic.io.init 就起來就可以亂了 可是因為它就是很單純的Push 它沒有做Abitage 沒有什麼一些分析的服務 所以 就是 如果想要玩玩看的話 可以玩它比較容易入手 對比較入手 至少如果你今天不想用Path的話 它是一個Option 對 好 那 講到Path 好 為什麼用Path的Push呢 因為它 最神奇的是 去讓它支援ArduinoPush 對 就是 我在玩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Arduino放在那邊 比如說一個燈好了 你可以Push 然後燈就打開 對 那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就更多的服務 Push之後 水閥開起來之類的 對 然後它Push的 可以Push的 不是只有On-Off 它可以Push文字 所以說你 像我之前去中國玩的時候 那個計程車有沒有 就一整排 然後他們就同時都是打同一個字幕 我想說其實我可以做個這樣的跑碼燈 Push以後 全部的那個 OLED跑碼燈都打我的字 對 Arduino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再來 A-B-Text 它其實可以分群 就是你可以分 它 筆定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它針對你上面的User 你可以依照 Push的Device不同以外 你可以 同樣的Device可以再分A-B-Text 然後它好像有分User 它可以去選那些選項 然後它會按照他們點擊的情況 跟什麼回應回來給你 就會知道 你可能Push哪些文字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Push什麼會有什麼效果 對 然後它還給我 它有Channel的服務 所以你可以讓你的User去聽 哪些Push的Channel 然後排層 對 排層我的使用次數比較少 因為其實他們的Push好像就是很急 所以Push馬上就要Pull了 對 好像比較外面的一些商用服務 比較會需要排層 好 那 一定有講說 如果我是用Cordoba的話 那 那個Push打看有沒有SDK 我要怎麼去用它 然後 好像感覺好像超難用的 然後 對 不用擔心 總是會有人解決 那個人就是我 對 我就開發了一個Push 然後叫做 Cordoba的Push Install 那因為它的所有Device都在這 Install上面 然後 你會在外面看到很多的Push 它是 它是寫 我是支援Enjoy的 我是支援IOS 它是用它的SDK去串 然後你會知道 你在Cordoba的底層 是用Cordoba的SDK 然後你的Cordoba的地方 又用一個ZSDK 它其實是 你的PG是很大的 那其實 你在維護上 你要同時維護兩個PG 其實很難 所以才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我找到一個 然後它支援Push 但它的Enjoy版本是最新的 它的IOS是最舊的 然後另外的是IOS最舊的 然後IOS最新的 Android最舊的 所以你永遠不能用 所以 最後我就自己剛才 重新使用它的 使用它JS的Page 那個SDK 然後 所以說 你在用Ionic的時候 基本上 我只要更新 JS的SDK 就是最新的了 然後 我有研究了它裡面的 SDK的運作方式 所以也可以按照它的 音質道去運作 OK 所以 所以 然後 它使用在其實很慢 只要ADD完後 就馬上可以使用了 那 基本上 我有做個安全機制 因為它會 PaaS的特色是 它會去看Install ID 就同樣的手機 同樣的手機 只要是Install ID一樣的話 它就會不會重複註 OK 那 我是猜測 它可能會有人亂丟ID 所以基本上ID 可以從它的Cloud上送 所以 下面有一段code 就是你可以從Cloud去寫 它的ID 就避免被人家重複註冊 OK 好 再來就是 Cloud Code的部分 那 會選用PaaS的原因 再來就是 因為它Cloud Code就是 你既然都不用 回覆Server了 那總之還是 有些code 是要在Cloud上寫的 然後總之要有些code 是在Cloud上去 maintain的 好 所以說 我就有像 大部分最堪用的就是 儲存後的一個Event 的Trigger 那 像我寫了 SAN SNS 其實我是串台灣的某個知名的簡訊服 那為什麼不串 下面有看到 Cloud有一個 Cloud Code 它本身Default 就有一個 module可以灌 TWI LIO 對 那個的簡訊服 但如果我測過 是從國外寄簡訊過來 其實反應有點慢 那像我們 現在手機很常 玩那個手機註冊 手機註冊 簡訊驗證 或者萬機秒 簡訊驗證 有時候用戶耐情很常 5秒總共簡訊 還沒收到 還沒收到 對 所以 好像還是串台灣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那也有做個Sample 就是因為 PASS它可以丟 檔案上去 那PASS的檔案 其實它有20G的限制 那 所以我就會在這邊寫一個Call 就是你可以直接丟到 呃 免費的空間服務 那基本上像這個服務 三個月 只要三個月內有人點 它重新計算 三個月有人點 就重新計算 所以你的圖片基本 大部分時間是存在的 對 然後你可以再從這邊去把它download下來 對 然後它還有一些CloudJob 或者CloudFunction可以用 好 那它Model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Modules 其實它不是一個 一個完整的Node服務 它算是 提供部分的一些Module 那當然也可以自己選 自己的Module上去 但是你如果要Call到底層的服務 比如說 你要Call Image Magic好了 那就沒辦法用 所以它就會提供一些 PASS Image的服務可以用 在右邊有些PASS Image 或者APP Link 然後甚至於付款服務 所以我先試了一下 真的可以動 只是說 你要再提供一些其他註冊 那Mail服務 左邊都有 那其實我是 通常不太用這裡的服務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 用AWS的Email 對 好 再來 就是它的 host 那其實我們知道 就是有一些專案 我開運專案 我們可能會架在那個 Github上的Page 那Github上的Page 有時候是靜態的 那有些東西你可能需要 需要有一點 node的JS的服務的時候 那你又不需要很完整的時候 PASS的Cloud Deploy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它host的 你一樣可以用自己的Domain Name 那你可以跑簡單的JS 那你太複雜的 比如說 要call到什麼Image 那種Magic的 一樣 它不時候的 然後 你可能 你當然要放靜態的Page也可以 那它商業服務 那你要放商業的產品 也是可以的 OK 然後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 可能一段後 下PASS New 然後它會幫你選一選 選完後 PASS Deploy Code就上去了 那Deploy模式 也是像我們在跟 Amazon Deploy一樣 它會幫你做一個簡單的板控 OK 好 那最後重頭器就是 單晶片硬體的部分 Arduino 那這次選用的是Arduino雲 OK Arduino雲我們大概知道 就是它有大陣兩個部分 左邊這個部分 是Arduino的核心 右邊是它的網路的晶片 那其實它 我在拆打PASS 可能這位的效果 它基本上你要先連進去 用網路的方式連進去 那SS進去後 你就可以把 IPK 就是安裝它的PASS 潛入的IPK 那這個基本上是Arduino需要 如果你是用旅程的拍 那一類的就不需要 因為它本身旅程的拍 它是一個 一個電腦 電腦就直接 走標準的電腦的 APKGET 那個流程 OK 然後 逛完這個IPK後 然後你左邊就是 直接 只要 START它的ID跟Key 就完成了 OK 那 它後面的操作其實 就像這樣子 它就是 寫法 你會發現 我第一次給DEMO給我朋友的時候 他說 這是JS吧 對 其實寫 的寫法 如果你寫過JS的 你基本上也滿容易上手的啦 對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左半邊就是 呃 一個 就是存資料的 Core object的一個 一個code 那右邊就是 Push的code 那可以看到它就是 DEMO push 然後把燈打開 對 好 然後就是 對才打開的一個 一個Sample OK 好 那DEMO開始 對 DEMO 要快又要好又要便宜的DEMO 所以說 失敗也是正常的 好 那DEMO的題目是什麼呢 我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PM2.5 那PM2.5 基本上在GDEMO來講 有一個GitHub 給大家可以連過去看一下 裡面有很多Sample Code 所以你聽完這個Session 你覺得想要自己做個PM2.5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拿個Sample Code 就可以來動了 然後 有個HELPHELP有在討論這個設計 然後 下面感謝兩個 貢獻者 好 那PM2.5的結果 大概講一下就是 這一顆 這一顆 那這一顆的特色就是 他會看到 其實我們空氣中 有很多微粒嘛 那 其中 有部分是大於PM2.5 它會直接從左邊 藍色部分走掉 好 那右邊的是 2.5裡面的 OK 那 左邊可以看到嘛 就是台灣的2.5 你可以發現 西半部有點危險 對 尤其西南端有點危險 對 大部分情況下是這樣子 OK 好 那 呃 先簡單介紹一下PM2.5 其他2.5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是 花粉以下的 塵蠻啊 香煙啊 煙霧啊 所以為什麼等一下要 點香 是有原因的 對我們要DEMO一下 好 那 那 大部分我們室內空間的指數 測出來都會在11以下 所以你 你測完的時候 你在接這樣的 測完扣號 你會發現奇怪為什麼 device測出來都是0 不用覺得很失望 沒有錯 代表你家的空氣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家都開冷氣 又開空氣行進機 對 所以空氣很好 是很正常的 那 在室外的話 有可能有時候危險的時候會到中 就是差不多30幾 OK 那如果你去某些地區 重工業的地區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會出現高 就是60幾到70幾 那像某次的爆炸的話 可能就會測出300多的數字 對 好 好 那我就馬上DEMO一下 這聲音有嗎 OK 好 太好了 Ionic的做法 基本當然 就是 大家 再給它看一下 其實 字一定太小 等一下喔 好 我把它拉上去一點好了 其實它跟以前的Cordoba 有些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你只要下 下 Cordoba 啊 Ionic 然後 然後 start你的project就可以了 好 start完後 它就會給你 你的project OK 的 結構目錄 那 這樣的結構目錄 它基本上是走SARS 所以你在寫CSS之後 你可以做一個Ionic 然後 Start Sass 你就會直接跑SARS的CSS 它就把你直接做完了 然後 Supply 點 好 那 它基本上你CSS 可以寫在SARS裡面 然後Web就寫在這邊 對 那 因為為了DEMO 避免失敗 所以通常Cord會先寫好 這是很正常的 那 那 大部分你要include的就是Ionic 然後NG code 其實它是在你家Ionic的NG code 它就進去了 然後 再來 這D3是為了等下畫圖表 對 然後PASS的Code 然後 這是Library OK 那DEMO DEMO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呢 就要開啟Ionic的Lab OK 然後 你就看到 基本上因為我 現在手邊只有IOS的手機 所以我現在灌了IOS 然後 你只要旅時大服務 OK 它就 直接開起來了 然後是IOS更Enjoy的 OK 那 那怎麼寫個Code呢 好 世界最需要做的就是 哈囉 W-O-R-L-D 看到這個就會很開心 好 哈囉 我就出來了 對 它是基本上是W-R-L-O 那它其實在你電腦端 那如果你今天要 要在手機端也沒有問題 你只要下 Ionic Run Live Reload 再來 Live R-E-L-O-A-D 好 Live Reload 然後你可以下IOS 或Enjoy 就可以做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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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起來後 再用 插扣去把它燒進去 然後 燒進去後 它就可以自動 Live Reload 因為它有時候 會有不穩定的狀況 好 再來 加一個 Hallow World的時候 就可以 我先開一下 手機好了 新的螢幕 哪一次手機 我看它 我看它 我看一下 有不穩定的狀況 那如果大家有看 Ionic App的話 它基本上 就會看到 它有 灌 好 算了 Demo 總之 會有些 錯誤 然後 Ionic 基本上 下面 它會開幾個 APP 然後 你只要在左上角 輸入ID 輸入ID 後 就可以直接抓到這個APP 你就不需要 上架 你就會直接 Deploy到了 OK 好 那看到畫面就這樣子 然後下面它會一直在跑 就是 足道的時間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 Arduino的風扇插上去 好 那Arduino的code 好 因為它現在是走 我們CodeCop的2.4G 但是我相信 線路主幹已經借著完 他們2.4G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簡單的code就是說 然後 它現在簡單就是 它會做一個 它是用LED去測嘛 然後 所以它是 你可以去控制它 要把LED打開 然後 它會 它會 取到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基本上 GDP還在持續的調教中 那不同的 device 可能一些環境的濕度啊 像我這種 電路板 就是這種裸露的 就一定是超不穩定的 對 那ADC讀起來一定是超不穩定的 所以等一下出現 怪怪的突破 這也都是很合理的狀況 對 好 那 這是讀板子裡面的 讀那個 Sensor裡面出來的東西 OK 然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右邊的 右邊 右邊的 我再把它重新開始一下 好了 重新燒一次 好 那 等一下就會做 Dreamy的 PM2.5的 Project Start 我現在設它是1秒讀一次 可是 它基本上會 會delay是因為 網路丟到PASS這段時間 有點久 只有測出來平均 差不多要 3到5秒會丟一次出來 然後 我們測出來到PASS 打看這邊 OK 這是選螢幕嗎 這是選螢幕嗎 OK 每個系統都可以註冊成一個device 所以 device type 是一個嵌入式系統 然後 就可以拿來推波用的 對 但它PUSH的這個服務 還沒寫得很完整 所以你要打 這種Arduino的PUSH的話 你要用CAMENA的方式 好 這之後 我們就要先DEMO 在CodeCup R0.7的服務 聽說 昨天有一個 1次元的運鈔車被抽了 好 好 那 基本上我們要靠近這個口 因為它 後面有一個抽 那個風扇 所以它會把風抽進去 然後我們先看Arduino有沒有讀到 要等一下 因為它 平均2到3秒 還讀到一次 對 好 100多 因為它剛開始 那基本上 呃 點像啊 跟抽菸一樣 大部分都可以讀到900多的數值 OK 然後如果這時候 你有開APP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 先看這裡有沒有讀到 對 它就會把158讀進來 然後 APP就會讀到 通常超過一秒就超秒了 OK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的 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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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2.5的數據 那為什麼剛才會0呢 因為其實這 陷入不是很穩定 對 對 好 啊 我知道了 自我箱放太外面了 對 因為 你知道 就正常不會有人把箱 放在自己的鼻子前面嘛 對 你掰掰了之後 一定拿比較遠的 那其實大部分這種 你會測出200-300的環境 大部分可能會是在 你在廟宇的時候 箱爐旁邊的時候 你就要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300的數字了 然後像上次我去上海的時候 我很開心 好特別喔 所以我說大樓上面居然有雲 然後之後才發現原來是霧霾 對 霧霾原來可以很漂亮 對 好 那我現在要demo 好 好 解決 那 這個就是 這次的demo 那 天赤良機嘛 就是 8月的時候 Arduino的另外一個 Arduino另外一個 這是八卦大家可以找找看 對 就是有一個產品在 它基本上是在深圳生產的 那 據傳 那時候現場第一批購買可以Arduino的雲 那是也可以買到五百塊 到八百塊的台幣的價格 那 後面不知道是一千多還是一千 以下 對 那像Arduino 你現在在台灣買還是要兩千 那 那 這樣 旅拍昨天 前陣子有個新聞嘛 對 一千塊的Windows 10 對 Windows 10 對 好 那 會不會有人想說 呃 可能會想說 欸我能不能選擇別的選項 對 你說Arduino以外 像旅拍拍 然後 然後 像NTK有做Linking One 然後 呃可能 八月好的年底吧 我不太確定 就是也是會再release一些新的板子出來 那 除了PaaS以外 你可以用M2X ATNT M2X 其實我覺得它做的也不錯 只是它比較 嗯 太可愛了一點 對 然後其實 聯發科也有做這樣的服務 OK 那 好處是在台灣啦 對 所以如果用戶有些反應的話 可以成立自救會 應該也比較近一點 對 好 然後再來 Ionic 對然後 Ruette也有一些 那個 Native的 就是這種服務 OK 那如果你覺得 串三個服務還是太累了 好 像WebArduino 跟 最近前陣子募資成功 這個 我看到已經release了 就是你只要Arduino 就可以直接用它的手機去操作 但它比較是 One by One的模式 如果你今天要做 大量的Sense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丟到PaaS 這類的服務 OK 然後再來 使用PaaS 然後搭 Cotoba 然後未來會串接 有些 硬體的 AAPP 即將上下 預計是 有些已經上了啦 像大家可以查看 治癒之處 跟Native 但有些東西你發現它畫面還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還沒更新版本 然後 可能下個禮拜 在GTV的 黑客送 我會再繼續把它履歷出來 OK 然後 歡迎大家去下載 左邊是 台灣血液的資訊 然後 右邊是新聞的資訊 好 聽說簡報都要放一隻毛 所以這個是簡報最後面 所以一定要放一隻毛 OK 好 那有沒有問題可以問 來 我先把它拔掉 我先把它拔掉 其實 這個Sensor的風障的缺點是我覺得它有點吵 對 所以我每在Demo 就用一個低頻在我耳邊 對 好 好 有看到 直接按桌上的麥克風就好 好 我想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那這樣 這樣結合的話 那在IOS跟Enjoy上面 RUN的效果 效能如何 UI上面會有延遲的感覺嗎 OK 我覺得大家都會一直提出這個問題 那 你要跟Native比當然是有差 當然是會有差的 OK 但是如果以一個你要成全資訊的一個APP 或者你只是單純的View的話 基本上我是覺得夠用的 那基本上這幾個APP在架上 然後只用回應 也沒有太多人跟我concent 也沒有過有人跟我concent 也沒有過有人跟我concent之後 覺得UI很慢 或者UI有點lag或者破掉之類的狀況 目前這部分concent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拿它來寫遊戲的話 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啦 但是你寫一些資訊類的APP的話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包括大家如果下載剛才那個APP的話 你會發現它在圖表的位置上也不是問題的 對 好 那還沒有有疑問的 我眼睛不太好看 喔看到了 你好 請問一下 因為我對其實我對這些軟體的架構 其實不是很清楚 我本身是算是一個氛圍跟硬體的開發者 那 因為IoT我們想 一般IoT應用可能都是雙向的 那說這樣的架構組織起來的話 你有辦法達到雙向 或者說 它跟 跟以往我們 從 Anyvice端或是資訊平台上去控制 我們實際的硬體有什麼不一樣 謝謝 OK 我先提 先今天回答一下雙向的問題 基本上 因為我今天demo是單向 那其實雙向的也是可以 就是 雙向我臨時之間找到一題 因為 我在想要不要搬個LED 然後大家就可以打字幕 然後就刺上來 但是其實有點費工 對 那其實剛才看到 就是像push的那種功能 它就是雙向 它可以打紋子進來 那打紋子進來 你自然就可以做很多的刺琴 那除此之外 像我們最常見的RT可能開關什麼 那都可以用push去做 那如果你既然不用push的話 LongPolin的方式也可以 那其實新的技術來講 NQTT嘛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都也是可以做到雙向的服務 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 目前push的push 我還不知道它是用什麼技術 那 我至少可以確認push的反應 push的反應是很快的 OK 這雙向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那只是 目前我看push內的比較多 是在硬體這邊啦 因為 像我剛剛丟上去吃掉 這要停個3、5秒嘛 那 如果你今天 丟這叫3、5秒 回這叫3、5秒 自然就很難做到1秒的即時更新 那當然你可以再買更高階的 Arduino板子 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然後剛才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不好意思我剛才沒聽清楚 沒有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OKOK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有 有疑問的 如果有的話可以直接按麥克風 因為我可能沒辦法看到那麼多 好 好 然後 OK 好 最後的部分啊 其實順便分享一下 就是我本身有在經營反應的社群 那大家可能會對PASS 會有一些 前陣子PASS Facebook Star有分享到的 有來分享PASS 那其實我們本身要在玩這東西 所以 一直本來是就在排在8月的 Wallshare可能變成 因為8月大家發現 8月超滿的 就是所有的conference 跟hackzone 全部集在8月 對 所以說可能9月吧 9月可能會來 大家在Wallshare的反應室 或者分享反應室 在聊PASS 然後聊IONIKE 對 然後 好 那 沒有用 好 那沒有用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